我们看一下 这个大概也是2014年或者2015年的一个记录 非常久远了 老师帮忙看一下什么情况 是他爱人的舌相 我说舌质比较暗淡 嘴唇的颜色也比较余暗 面部也有色斑 也能看出来 也有很多质 身体有素极 时间比较长 时间比较久了 舌体略微的胖大 微有齿痕 舌头比较软 说明脾须半有滑丽 舌尖圆顿 轻微凹陷 气须不养神 就容易出现精神不佳 困倦 身皮 我说再看舌胎 不算特别厚 眼约能看到舌质属于稍后 但是发腻证明是有失险 主要分布在哪里 中上胶的区域 也就是中下胶的区域 也就是舌中和舌根 中胶为脾胃 下胶为肾 以及腹部和泌尿生殖系统 患者脾这一块 中间有一块凹陷 但是很浅 很明显的是 与我们之前讲的 不一样的地方 舌中这一块 舌中线 两侧是比较高寸的 肺气虚 胃气不足 容易体虚感冒 怕风怕凉 正是这个区域 也是在舌正中线上有这样一些列文 舌正中线也是脊椎的反射区 舌前端是颈椎 舌中是胸椎 舌根是腰椎 这个部位对应的正好是颈椎 所以会有颈部的不适症状 我说所以患者会出现颈颈部的不适感 并且会有颈部发凉和怕风的情况 然后对方会对 肾部由于阴影的遮盖 不能看清 不能往下判断 我说可以 如果还有其他的身体症状 可以补充一下 这两天就是便秘 我说一般多久大便一次 两三天一次 我说肺气虚 喧发速降失职 容易引起咳嗽和便秘 我说把患者的症状罗列一下 也帮助大家对我们的舌诊 加深印象 得到更多的验证 然后对方反馈 便秘容易醒 睡眠不好 怕风怕冷 容易困 这个不知道是容易犯困 精神上的犯困 还是身体的沉困 这个 有好多好多年了 颈尖不舒服 口干 腹部不舒服 都中了 都中了 是的 必须的 然后 对方反馈 老是神 不是通过咱们学员的夫人 验证了咱们舌诊法的神奇之处 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一定能够获得很大的提升 业绩 正正日上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患者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血缘 一个石家庄的一个血缘 他是高血压 然后胸闷很厉害 我说还有一种情况 造成胸闷 之前我们讲的胸闷 它是废区的凹陷 它是废气不足所导致的胸闷 也就是吸气性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就是胸闷 我说还有一种情况造成胸闷 咱是废的这个区域特别的高度 一个是凹陷的是虚症 这个高度的是石症 这说明胸腔的能量 积聚在了一起 不流通了 患者不但会胸闷 还会有四类部的障碍 就好像胸部被吹得鼓鼓的 像个气球一样 这种情况属于石症 所导致的胸闷障碍 并且容易患高血压 因为高血压就是有这么几种情况 就是血管和血液之间的 一种相互作用力所导致的 血管收缩 或者血液这种杂质多 或者是水分多 它对于血管的这种阻力 增大 也就是对它的压力 就是血管对于血液的压力 如果过大 或者是血管里面的这种东西 也就是血液 当然包含杂质或者是一些水分 如果内容物太多的话 对血管产生一种压力 如果这两种压力 在这两种作用力下 就会出现高血压 那么这个舌体是凸起来的 它就像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对于这个舌体产生了压迫 那么舌奶心致苗小 那么把它看作心脏 或者是血管的话 那么它就肯定是 容易高血压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舌相 帮我看看舌相吧 我说腰酸腰痛 干血不足 干火旺 眼睛干涩 性急易怒 睡眠不好 对方反馈 全说中了 然后这有我们一个学生 学生讲 我们现在 随学随用 直接应用临床 万分感谢 感恩老师 并且疗效奇特 老师让学生真正感觉到了 中医的神奇之处 这个舌根凹陷得很厉害 这肯定是腰痛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对话 老师这个患者什么问题 我说吃些东西就容易饱 一会儿就饿 我说你咋看的 对方说你咋看的 我说这是胃强脾弱 然后我给他发了一个摄像 我说这个也是 能看出共同特点了吧 原来和你们讲过的 然后对方说貌似有干预 我说你问一下患者 是否有这些表现 吃一件东西就饱 过来一会儿又饿 说中间是凹陷的 两侧是高的 也是腰背痛的反应 然后对方说 对的容易饿 吃的东西就爱饱 腰背靠近脊椎两侧的肌肉发紧 总是别扭不舒服 然后这个学生很聪明 我知道你是看了哪了 老师真是明察秋毫 问问患者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对方 然后这个学生说 是的 容易饿从哪看呢 我还真没看出来 我说容易饿 吃东西就胃就容易保障 脊椎腰背脊椎旁的两侧肌肉 僵硬不适 全部都有 然后对方肯定了 我说这两个舌相 都有共同的特点 我后面发的舌相 更加的典型 对方说牛 另外舌两侧 舌中线也是脊椎的发射区 这就有一个项 脊椎两侧的肌肉 居卵刀损 就会腰背对应的肌肉 筋膜等僵硬发白 酸困不适 我们这个舌正中钩 是脊椎的话 那么脊椎紧挨的两侧肌肉 是隆起来的 就给人一种 用力的紧张度增高的 这样一种表现 所以它就会挤背部 这种脊椎两侧的肌肉 僵硬酸出不适感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对话 右侧大于左侧 说明右侧肺脊膜 肺于大肠腔表里 原理就不用说了 看图就明白 不是患者为慢性脂气管炎 咳嗽大便每日三四次 这是患者的实相 中线侧腕 说明脊椎也是歪的 会有腰背的疼痛 肾曲凹陷代表肾虚 别左症会有腰痛腰酸的症状 右侧的预阻不通 把脊椎挤向了左侧 所以右侧不通 右侧的症状会更加明显 所以会右侧的腰痛 然后这个学生说 听老师一讲 再一看摄像 感觉确实很吻合 太奇妙了 舌疹真妙 我说必须的 然后我说舌间有一些小凹陷 所以睡眠会不好 我说以后再有典型的摄像 再分享给大家 老师明察秋毫 然后验证的结果 这是验证的结果 我说中线侧弯 代表脊椎也是弯的 会有腰背的疼痛 肾曲凹陷代表肾虚 也会佐证有腰酸腰痛的症状 然后对方反馈 他就是右侧的腰痛 这是我岳父80岁了 我说好的 右侧预阻不通 把脊椎挤向了左侧 所以右侧不通则通 通过摄像诊断 为患者存在腰痛 我们又可以从舌心的改变 舌中线的改变 又可以明确出 患者患的是右侧的腰痛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这是一个感冒的患者 但是这个舌相不算太清晰 这是我们的一个学员 老师有空看一下这个舌头 都会有啥症状 我说食欲不振 消耗不良 容易胃胀 可能有感冒 老师您太神了 他就是感冒了 然后这另一个学员 说老师他左侧舌边 有一块颜色不一样的地方 是波胎吗 舌左边 大概是这一块 或者是这一块 因为不是太清晰 应该是波胎 有波胎的样子 我说这个 他就是胃气受伤 应该是指的这一块 所以会食欲不振 与胃气受伤有关 然后对方反馈 他胃不好 幽门罗干菌三个甲号 是很严重的 老师您说的症状都有 我说多处活态 多处活态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是感谢李老师 无私的指点 让我舌疹进度多多 不客气 这是这个蛇 经过蛇诊学习 然后结合脉诊 当时问了句 肺有问题 患者经说 很惊讶 说的确是有肺癌 而患者面红 发黑 双眼有神 身子上壮偏胖 第一印象不像是 癌症化疗三次之人 刚学了点理事蛇诊皮毛 就有 就有此临床效果 更加坚定了学习信念 这个就是肺癌的患者 首先这个蛇 几乎是没有血色 非常的苍白 甚至是枯白 阳气是大虚的 颜色发白 肺五星属金 其色为白 那么到这么白的程度 这肯定是肺有问题 再有它肺这个区域 它是有纹路的 肺和肠胃这块是有纹路的 它逃脱不了这两方面的疾病 特别是肺腑的问题 因为这个颜色就是属肺的 黄色是属脾胃的 白色是属肺的 黑色是属肾的 如果青绿色的是属肝的 这是一个五行颜色的一个配数 其实都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摄疹之中的 我们看这一个 您帮我看一下有啥病的 我说睡眠不佳 容易腰酸被僵 性功能下降消化不良 腌鼻部不舒服 再有就是您说的头腔溃疡 脚不发凉 是肝育脾虚虚火上验的表象 对方反馈 对 就这个摄像 舌尖这一块比较红 它是上脚有火 下脚有寒 它这一块红 这个心火旺盛 猪痛创痒 皆属于心 流氓素把它说成 结属心火 如果心火过旺了 它就容易口舌生疮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李老师您好 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您写的文章 心里很是佩服 一直就想学舌疹 一直就有学想学舌疹的想法 我原来是学西医的 这几年做养生 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 希望能找到一个好老师 这是我刚拍的 您帮我看一下 我说睡眠不佳 腰痛 乳腺增生 胸闷容易乏力 对方反馈 老师说的很对 佩服 这个舌相也不是太清晰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舌形 来给它进行一个初步的诊断 第一 它有一些苹果舌的味道 然后它舌根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它是凹陷的 所以它会腰痛 再用它的乳房部位 是高突的 所以会有乳腺增生 和胸闷的症状 它舌尖的凹陷 也会出现 睡眠前加的表现 所以 它的舌中舌前 也是比较凹陷的 会有脾肺气虚 甚至肾虚的表现 所以它容易乏力 那么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舌形 判断出它最基本的症状 当然如果 舌相如果再清晰一些的话 我们还可以判断得更加的精细 我们看这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舌相 我说直视舌面 嘴角 这个舌相拍的有点歪 这个肝火旺 后背不舒服 胃消化不良 容易泛酸 烧心痛 这个打错字了 容易反酸烧心 乏力气短 喜欢叹息 就容易太喘气 喘 喘 喘 出气 容易发怒 然后对方说 好厉害 我们看它舌中有个动纹 它是胃部不好的 然后这个肺区 这个是大范围的凹陷 所以肺气不足 两侧也是鼓起来的是干玉 干火旺 所以这个综合判断的 就是肺气的不足 它就会发力 肝气不熟 它就容易叹息 叹息是一种缓解 这种育血的气息的一种表现 我们看这一个舌相 这晚些 我晚些让朋友帮我拍舌照 发给您 您有时间帮我看一下 完了告诉我费用 我也先转给您 七枪舌枕 不但是舌枕 还是占卜 我们都是免费的 我们从来都是免费的 都是不守费的 患者可以 对方可以自由打赏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我们是免费的 也不打赏 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是有人求我们 就是找我们 看舌呀 开方啊 占卜 我们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指导的 除非呢 时间很忙 我没有看到消息 如果看到的话 肯定是免费的给予 知道 我说呢 月经色暗 学块 量少 延后吗 对方反馈 对的 还没来得及 跟您说 您就看出来了 每天晚上睡觉 起夜两三次 小便 早上大便后 会舒服一点 但还是账 不舒服 但还是账不舒服 我说手脚干燥 容易起皮裂口吗 他说 每次立架延后 一周的样子 对 手一般是干燥后 手一般干燥后 就会驾驭 脚呢 经常的是起皮和裂口 上次是9月30号 来的立架 正常呢 一般是11月7号 就该来了 每次都是一个月 假期天 它是月经延后 月经量少 手脚皮肤容易干燥 起裂口 起皮 这个从何而得知呢 其实这个 我并没有看摄像 我并没有看摄像 当然摄像也是可以诊断的 我们看它的右侧的摄大 所以它会负胀 它会负胀不舒服 我们其实最明显的是 它的嘴唇 它的嘴唇是干裂起皮的 那么它的手足 也是容易干燥起皮的 并且呢 容易月经问题 容易扯下月经的调 这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摄像 我说胆时症 腰脊肺 酸楚 僵硬不舒服 胃胀 鼻炎炎 前列腺肥大 睡眠欠佳 有肿瘤的趋势 老师会不会是癌症 我说我觉得是 可以开方子 让命主缓解一下吗 这个群友应该是 医学的朋友 应该是医学的朋友 我说反馈一下症状 全重 目前就是睡眠不好 腰疼比较痛苦 身不直冷 它的脊椎是测弯的 它的舌正中钩 是偏曲的 所以它脊椎是测弯的 最严重的是腰椎 腰痛比较明显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老师 请您看一下我的舌胎 早起没有刷牙牵照的 我看比我没去你家之前 看病史好多了 老师看一下 你的药效果挺好 很棒 老师 你的医术真是神医 你看病比任何大夫都便宜 现在像你这样的医术膏 医德高尚的大夫太少了 老师我给您点赞 谢谢您为亲友们的付出 我说实相好多了 精心舒畅一些了 这个是一个天经的患者 我还是业下很深的 因为他来我家 突然的来我家 没有打招呼 突然的找到我家了 然后来看病 然后买了一些水果 我说不要了 然后要给我钱 我也说不要了 因为无论是网上的 还是现实中的 找我开放之类的 我都是不收费的 他好像就硬给我 塞上了多少钱 不是100就是300吧 因为对方的 他的看得出来 生活也不是太富裕 这个患者现在已经痊愈了 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学员 他这个学员和 他是给别人诊断的 然后在我们群里反馈的 一剂可以大减 我还是蛮开心的 上面的原理就属于 随证价格 爱舌用药 然后对方说 他常年都是病痒痒的 我的头痛可以加 白纸穿熊可跟 咳嗽可以加 紫苑 管冬花结梗等等 舍前高突 可以用一些 瓜楼青皮单身等等 我全用上了 我们的方子就是这样 不用你去考虑太多 患者说完症状 在你心中 就自然形成了一个方子 我们只需要把心中 所想的写下来就可以 见正之方 见方之正 是我们用药的一大特点 然后这是患者 给这个学员的反馈 昨晚喝了药 今天就感觉好多了 不怎么憋闷了 咳嗽症状也减轻了 就是肚子咕噜咕噜叫 这其实是气肌 水师正在通畅的 通畅的这种表现 所以肚子会咕噜咕噜叫 这是因为 你长期的为什么凶闷 你的体内的气肌 郁结了 你肚子里都是郁结的气 所以就会吃完药之后 肚子咕噜咕噜叫 然后不断的放屁 不断的排气 就是把这个郁结的气 给它排出去 我说一看这个处方 就知道患者一定会有咳嗽 会有大便不好 胸闷乳痛 头痛 颈椎 不适等症状 我们的蛇 症 药 完全同意 见症之方 见蛇之药 见方之症 真知灼见 处处逢源 不求方 而方自然 遇到疾病呢 没有必要像其他医生一样 面对一大片的症状 给他们分门别类 棍属棍属 棍属 那个什么六经三交脏腑 然后再考虑是 核病变病 坏病 再考虑用核方 这个很复杂 脑细胞损伤大半 也考虑不出来的 所以然 你就是暗蛇用药 有其蛇则用其药 对吧 有其脉则有其蛇 有其蛇就有其症 有其症则用其药 就可以了 我们站在道的层面 以整体条理五脏同志为原则 用空调仪器的方法为基础 只需要随正加减 往蛇用药 平脉用药 就像这个船 船桨一样 只需要给仪器加塔助理 让它更快的实现 仪器抽流 它这个病就好了 这个是一个舌相 它是甲状腺的问题 我们看 它在甲状腺的区域 有明显的一个纹路 虽然是我用这个黄线画的 但是这个圆图的话 它有明显的这个纹路 然后眼睛也有纹路 然后鼻咽部也有裂纹 这是肩甲纹 我们看一下这个舌相 我说失眠腰痛高血压 然后对方反馈 还有便秘 对方反馈 失眠六年了 我们看这一个 胸闷腹胀 右肩痛 腰酸 肾虚 对方反馈 太对了 确实 后肩痛 我不知道它是要发后背痛 还是右肩痛 也许是自有一些错误 我说这第三个舌相 我说颈背胳膊腿疼 胃胀肖 肖化不良 胸闷 对方反馈 都对 这几样都有 麻烦老师给俺看看 我说颈肩不适 睡眠欠佳 乳房 胀痛 怎么生 李老师 您太神了 说明我们是看对了 就是在他的乳房的部位 和他的胃的部位 都是高突的 所以他乳腺增生胸闷 然后顽腹的胀满 这一些症状 舌肩的凹陷 会有睡眠腺胶 虽然他的舌相很小 很模糊 是一个半身 是一个胸相 但是我们通过他的舌形的判断 虽然我们看不清 他的舌胎和舌纹 但是他的舌形 基本的高突凹陷 形状等等 就可以判断出来 最基本的症状 我们再来接着看 这是我们的一个学生 他反馈 今天早上一个案例 真实的案例 75岁了 不肯告诉我症状 他说 你自己看看 然后我一莫迈 叫他医生舌 我说您经常的头晕失眠 右下肢无力 经常会疼痛 还有大便不正常 他就说 他看了几十年的医生 没有一个医生 能可以说出 他的真实的症状来 您全说中了 全说出来了 这就是奇效舌诊 包括市面上的 还是那个市面上的各种 通过看舌 就能说出症状来的 这个 无论是他叫什么名字 无论是你是现代舌诊 三维立体舌诊 什么这个是 那个是 他规根到底 都是奇效舌诊 这些都是奇效舌诊的知识 都是我们公布到网上的 然后这些人学习之后 改头换面之后 加以包装 看一下 这是 看怀孕的 我们下面的内容会有 望舌变怀孕的内容 这一个 这个是像 我说睡眠不好 颈备不适 口干 法力 大便不畅 别忘反馈神了 老师 你的房子咋这么古怪 吃一副就见奇效 身体舒服 我说整体条理 舌疹用药 药症贴切 所以能见奇效 我们看这一个 这个是像 我说颈备痛 胃胀睡眠不佳 对方反馈正确 颈备痛 然后这里 然后胃胀 然后在舌中有纵纹 然后这个颈备区域呢 有隆起 但是颈备不舒服 肩痛呢 颈备 颈备 颈备痛 顺便添加 舌中的凹陷 顺便添加 我们看这一个 李老师 这是我的爱人 请帮我 帮忙看一下 我说头痛 小心肿瘤 对方说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说肺热 年真神了 可以医治吗 我说是肺癌吗 对方反馈 是的 这是肺癌的一个首相 它上面有很多的瘀血点 有很多的 而且还有瘀斑 这是说明肺部它有瘀血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就给它三个字 有肾病 然后对方反馈 太厉害了 说明我们一下就说中了 它最想求治的疾病 也是它最明显的疾病 这个就叫做 点齐要害 一朝之地 各位同学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号码是lsqxt520 在历史消息中 有很多有关于中医 舍诊 医学方面的知识 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